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还是一样封面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 所以包括了北部地区 还有包括西半部地区 因为这个封面现在在我们的北部地区 然后扩散到我们的西部海面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 会产生一些影响 但因为都还在外海上面 所以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雨势 但是云量增多 然后不稳定性增加 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降影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29度 中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雨 因时多云 降影几率只有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影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是因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影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25到31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影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宜兰目前是26度 台中跟高雄目前是25度 台南台东28度 花莲跟澎湖27度 好那这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了 那早晚呢偏凉 但是呢也都意味着没有那么的炎热 其实如果天气好的话呢 就是不下雨的话 还真的蛮适合出外旅游踏青的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会指数上涨了83点 缩盘指数是4208点 涨幅0.2% 再创历史新高 那么纳斯达克呢上涨了100点 缩盘指数是18074点 涨幅0.56%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14点 缩盘指数是5732.93点 涨幅0.25%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65.97点 创盘指数是5091.78点 涨幅1.31% 这里面呢NVIDIA在费城半导体当中呢 仍是主要的营涨的主要的动力来源 还包括了台积电 那么NVIDIA呢是大涨了3.97% 而台积电的ADR呢则大涨了4.13% 所以带动呢费城半导体呢 在四大指数当中表现是比较强劲的 美国股市呢其实在昨天晚上一开盘的时候呢 曾经一度翻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者新型指数 突然之间快速的下滑 不但是连续性的下滑 而且呢创下了2021年初以来的 最低的消费者信心 当在这个时候呢 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压力增大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当然不是好消息 但市场呢很快的呢 转向说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刺激经济政策 那么来的又大又急 这个刺激政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所以呢它对于原油市场 然后还有对于其他的原物料的市场 乃至于呢对于很多的需求 可能都产生正面的效果 那当然在美国交易的 中概股的这些ADR呢也大涨 所以呢就带动了四大指数 在尖临层的时候呢 开始由黑翻红 最后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跟标普都创了历史新高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两个因素 一个是中东的紧张情势正在升高 以色列跟黎巴嫩呢 他们会不会出现地面战争 而伊朗会不会因此呢 封锁赫姆兹海峡 现在这个风险正在增加 并不是代表它几率超过50% 但是因为风险增加 而第二部分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昨天的救世行动 实际上措施三大方向 三大目标呢 速度来得又急又快 所以呢刺激了油价的上涨 纽约油球价格上涨了1.1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1.56美元 涨幅1.69%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上涨了1.27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5.17美元 涨幅1.72% 而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则是上涨了0.29% 另外呢在贵金属的部分 因为消费者信心恶化 所以呢每年指数对所有的货币 通通都是下跌的 对主要货币都是下跌的 那也刺激了贵金属都是上涨的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24.5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2677.00美元 涨幅0.92% 当然再创历史新高 白银的期货呢 上涨了4.33% 铜的期货上涨了3.31%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1.44%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那刚刚已经提到了 因为美国所公布的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呢 意外的滑落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呢美元对欧元对英镑 对日元对澳币 乃至于对人民币通通贬值 那么美指数呢最后下跌了 0.44个百分点来到100.49% 那美元呢对欧元呢是贬值到了1.1163美元 对一欧元贬值了0.46% 那么美元对英镑呢 这贬值了0.37% 美元对日元呢也贬值 其实昨天日本释放的是宽松的消息 那么一度呢在亚洲会市当中 日元升值 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消费信息呢 恶化的速度其实比预计稍微快了一些 所以呢日元呢不但没有贬 反而是升值升值了0.13个百分点 来到143.42日元对英美元 另外呢美元对澳币呢也是贬值 澳币对美元升值了 来到了一澳币可以对0.6881美元 另外呢则是人民币昨天的 中国大陆的刺激方案对于刺激人民币强势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在离岸人民币的部分 在纽约会市来到了7.017人民币 对英美元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全数上涨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子股价指数 上涨了23点 涨幅0.28%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95点 涨幅1.28% 德国法兰克指数上涨了149点 涨幅0.8%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是美国的 conference board 就是经济支议会 他们呢这个每一个月都会调查 美国的消费者信心 当然这个conference board 跟美国的密西根大学 其实都会调查消费者信心 但他们的方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么conference board的重点都是放在消费者自己 就是美国民众自己 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 未来的预期状况 这一类的消费者信心 而这个密西根大学呢 里面比较偏向于是 到外面花钱的消费者信心 还有包括了像一些耐久财的这些消费者信心 好根据美国经济评议会呢所调查 9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呢 降到了98.7 这不但比预期的103.9要来的低很多 而且呢也比前一个月的105.6来的低很多 创下了是三年多来的最大降幅 降幅是非常剧烈 一口气降到100以下 那么而且呢对于现状指数呢 从134.6降到124.3 现状还OK 但对未来半年经济状况的预期呢 是降到86.3 从这降到81.7 从86.3降到81.7 这里面降幅最大的也是影响最大的 其实都是在就业环境的部分 对于就业机会还充足的消费者的比例 连续7个月下滑 现在只有30.9%的美国人认为 那么整个的就业机会是充足的 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数字 另外呢认为很难找到工作的消费者比例 上升到18.3% 这也是2021年初以来的最高数字 所以越来越难找到工作 然后越来越不觉得这个就业机会充足 这个讯息呢是引发了包括了就是美元指数的下滑 然后还有包括了就是美国的公债殖利率的下跌 美国的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立刻下跌 然后来到了百分之3.549 这是2022年9月8号以来的最低水准 但是10年期的部分呢相对它的影响比较小一点 则是呢来到3.732 那一度呢曾经十年期反而是上升到 百分之3.8% 但是呢因为这个消费者信心的预期呢 所以让它降到了百分之3.732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房价呢 是继续的这个创新高 凯斯席勒全国房价指数显示 美国7月份的房价呢 持续的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年增幅达到来到了百分之5 虽然不如6月的百分之5.5 但是涨幅是放缓了 但是呢仍旧在持续的上涨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根据这个最新的分析显示 美国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呢 它去分析了就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呢 美国在这一波 免准会大幅度升息 然后同时它还有一个资金池 可以让所有的银行去存它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联邦存款资金 那么但是呢 他们自己所收的存款户的资金 利率还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它收很低的利率的存款利率 然后接着呢 把这些存款拿去去存到 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然后去赚这个差价 光是这个差价 就让他们在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呢 大赚了一兆一千亿美元的利差 因为他们平均呢 放到联准会的资金呢 是5.5%的利率 但是自己的存款利率呢 给存款户的只有2.2% 那这是美国的部分 那欧洲的部分呢 在这一波的 升息循环过程当中呢 并没有赚到这个利差 主要原因是因为 欧洲有许多的国家有苛增 暴利税 好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现在呢 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倒挂呢 已经是一个一个一个消退了 那美国的部分 当然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10年期 跟两年期已经转正了 10年期的殖利率高于两年期 那么另外呢 英国则是7月份就已经转正 德国加拿大 在最近呢 也都转正了 那这个殖利率倒挂 然后转正的这一个当头 其实呢 也是市场现在 比较高度关注 会不会有衰退压力的时刻点 那这个时候呢 也是大家在观察 到底殖利率倒挂 会带来衰退 这一个讯号 还准不准 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时间点 另外昨天呢 澳洲央行呢 举行利率决策会议 维持现行的利率不动 连续第七次的会议呢 没有任何的升降 而且强调说 短期之内呢 也不会降息 所以也说明了 就是澳洲的通膨 还是相当的严重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 日本的植田河南呢 昨天再一次的 这个 在一次的演讲当中呢 更进一步的说明 他的看法 他认为 现在呢 那么所有的数据 允许整个日本呢 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再来决定 是否要急于升息 从他谈话的重点呢 日本央行的政策 重心已经从通膨风险 转向于全球成长减缓的风险 从控制通膨 转向于重心点放载 要注意全球会不会有衰退的风险 所以他说 有余裕来评估金融市场 以及海外的经济状况 所以市场解读呢 那么日本央行 下次10月份的会议 是不会升息的 最快也要等到12月 所以这个在亚洲市场的时候呢 因为他升息的速度要减缓了 于是呢 日元曾经在亚洲呢 一度升值到144日元 对1美元 不过最新呢 那么因为美国更疲弱 所以呢 来到143.09日元 对1美元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德国 德国的企业信心呢 已经连续四个月下滑 来到了85.4 而且对于未来半年的预期下滑的幅度 更加的明显 所以呢 这也凸显出来 欧洲的经济情势 也不会有任何的展望好转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现在对金融市场呢 在从昨天的亚洲市场 一直到欧洲市场 到美国市场都产生影响的 是中国大陆呢 昨天呢 从人民银行 还有证捐相关的单位呢 那么三把剑去救经济 那第一把剑呢 是在宽松货币的部分 降存款准备率两码 那么释出的资金 大约有一兆人民币 另外呢 降息20个基点 0.2个百分点 那在旧房市的部分呢 将存量房贷利率 就是除了降息 也是旧房市之外呢 将存量的房贷利率 就我原本已经借的这一个房贷呢 可以直接降息 那么释出这一些消费的力道 那么降存量的房贷利率 也就房市 另外呢 还有就是停股市 在停股市的部分呢 他们创设了一些新的工具 比如说股票回购增值的债贷款啦 还有包括了一些互换的一些 这个便利 并且呢 也正在研究呢 那么要成立5000亿人民币的基金 好 这个消息呢 对陆港股昨天的激励效应 是非常惊人的 上证综合指数大涨了 114点 收盘指数2863点 涨幅4.15% 深圳城市大涨了352点 收盘指数是8435.70点 涨幅高达4.36% 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大涨了734点 收盘指数来到了 18981点 涨幅4.03% 好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那么原本在美股科技股呢 拉回的压力之下开低 但是呢 在盘中呢 大概12点左右呢 翻红之后呢 最后上涨了146点 收盘指数是22431点 涨幅0.66% 成交金额3533亿元 外资跟投信还有自营商 都站在买方 另外呢 8月份的外销订单呢 是连续第六个月呢 是这个年成长 年成长的9.1% 预估呢 9月进入了 这个旺季呢 应该有机会呢 连期红 好 那么 同时昨天瑞银的论坛呢 对于台北股市 是非常看好的 认为呢 有机会挑战25000点 devo movement 等我们再怎么办 对于台北股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